大家好 今天去的会变个好 因为古诗有缘 五月归来不看山 黄山归来不看月 你知道我们去哪儿吗 当然知道 这个地方非常的美 这个地方有白墙带娃 笔墨指宴 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个地方出了很多戏剧 黄梅戏 没错 一说这儿大家都知道了 安徽 首先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 非常优秀的这位嘉宾 对 先看一下 大屏幕 二十三年前 她是编辑部的故事中的 娇俏姑娘 要不然 咱俩上外面 小河边聊了不行吗 二十三年后 她在咱们结婚班的热剧中 又以时尚辣妈的形象 掀起了一股傲娇风 哎呀 李坤那孩子太懂事了 当着那么多人面 恭喜 给我们妹妹跪下来 从南宋皇后 到市井人物 她在一个个角色中 用力活过 角色在她的演绎下 鲜活新生 多年从艺生涯的打磨 让她在话剧 电影 电视剧等诸多领域 收获斐然长久 她就是被当下观众 欲为电视音频最美妈妈的安徽女人 本期的神秘嘉宾 著名表演家 田敏 掌声有请来自国家画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 田敏 欢迎田敏姐 出来发现朋友 大家都揉了一下 好年轻 好漂亮啊 您最近在忙什么 拍戏一支 这几个戏播出以后吧 就是老百姓就是 特喜欢 挺喜欢的 业内也比较认可 但是我最近接的剧本吧 就全是这种婆婆 我觉得我还可以 不演婆婆 你们说是不是 对吧 就关于您的创作 还有今天 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美食 一会儿我们再慢慢来感受 有请田敏姐 有请 欢迎 我们俩三十年来夸张 真的 说一句不夸张的话 在她脸上看不见岁月 我觉得中年女人挺棒的 对 我觉得中年女人 最有味道的时候 是 那雅玲就很有味道了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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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找我演婆婆 这集我觉得特别开心 是吧 还没开始呢 我们就 就是欢声笑 没错 而且我们还是续旧了 别着急慢慢来 节目尝着呢 对 先请出我们 今天第一位嘉宾之前 看一下大屏幕 好 一起来看 十九岁 在阳光灿烂的年华里 她将最珍贵的爱 奉献给她 最深爱的人 这不是大爱 但这爱 却会令人心动 更为之深思 她究竟是怎样的姑娘 命运又为她 书写了什么样的故事 今天 她的到来 将会给妈妈的味道 呈现怎样一道 神秘 而又不同 以往的滋味呢 欢迎来自安徽的最美女儿 杨蓉 欢迎杨蓉 有请 哎呀 欢迎很爱的杨蓉 杨蓉好 欢迎来 杨蓉最美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今天的味道非常很快乐的这一碗 含起来黄黄软软的容器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食材呢 你猜啊 这个等一下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果冻 这个呢 叫做桃脂 就是桃脂身上 那个树上分泌出来的一种桃胶 董老师 这个是一个食材吗 对 它既是食材 也可以说是一味药材 桃脂又称桃胶 是从桃树皮中分泌出来的天然树胶 就连本草纲目对它都有记载 桃脂具有和血益气 同金叶的功效 而它最神奇的地方 则是它拥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居然可以美容除皱 因此也有平民眼眸之称 那我能这么理解吗 我们这一餐吃的是桃子的分泌物 你现在有点懂了 你 吃别着急 但是我还是不太了解 咱一会儿在做菜的过程中慢慢聊 慢慢聊 你今天做的是桃脂烧肉 用这个来炖红烧肉 桃脂烧肉 主料 五花肉 桃脂 辅料 葱 姜 黄酒 老抽 盐 白砂糖 各色 肉色红润 酥而不腻 桃脂绵软 嚼有桃香 这个以前是在晚南比较多 但是现在嘛 就是能够买到的渠道特别多 您可以上网呀 淘宝呀 淘宝都买了 对 大概放四勺糖 四勺 对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有糖浆 很甜 也会上色特别好看 然后呢 现在有热了 你看等它烧成这种颜色的时候的话 就可以把肉放下去了 哇 好家伙 够我们吃的了 很棒 对 然后一定要炒 因为因为糖的话容易把它粘住 少吃东西来吧 你看我们这好吃多多 就是说炒这个糖色的时候呢 最好用水来炒 哦 这样呢 它呢 就是肉下去以后呢 它不会崩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放一些 就是一些佐料 比如说我们的蒜 姜 姜 我老是说成蒜 我们那边会做出蒜 然后 少罢酱 我放了点酱油 能让它上色 因为我们之前放过糖 它会有一定的颜色 你会做饭吗 对 然后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水 加点水 对 多放一点 尽量没过这个肉的量 让它炖一下 对 就一定要让它炖一下 通常肉啊 这个 有好几种做法 比如说那个 杭州那个最有名的东坡肉 它完全就是拿黄酒给焖熟的 像苏式 苏说的红烧肉 就是酱油 冰糖跟料酒 就是黄酒 焖熟的 不加一滴水的 据说 红烧肉是最有妈妈味道的一道菜 因此 每家都有自己的做法和味道 而专家提示 炖肉时加入热水 有利于肉的排心除腻 如果再用黄酒 啤酒 料酒代替热水的话 更能炖出肉质本身的香味来 像这是红烧肉 这种红烧肉就是一种家常版的 家常版的 其实呢 加料酒的好处在哪呢 提鲜解腻去腥 去腥 是非常有好处的 董老师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这个陶制我看起来就挺腻的 假如说炖到菜里 是不是对身体好吗 其实它不是腻 你看它只是一种胶状的东西 胶状的东西 它是那个桃树的自然那种 那种汁液的那种 分泌 分泌 所以它不腻 它完全是一种自然的 而且是素的 这是素的东西 这是素的东西 但是它这个素东西呢 它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所以吃起来呢 有很好的美容的效果 那我突然觉得这东西特好物美 价廉还美容养颜啊 真是 在经过小火慢炖的40分钟后 就可以改用大火收汁了 这时再将发泡好的桃汁 放入锅中 迅速地翻炒 含有丰富胶原蛋白的桃汁 除了用来配菜 还可以和水果做成各式的甜品炖品 不仅口感好 还具有滋补的内容功效 这东西很便宜 十几块钱就一斤了 而且还美容养颜 瓶瓶瓶瓶 我没有吃过药 我不知道 你吃银耳 这个菜要拍着 你看着还行 桃汁呢 我们呢要提前泡发它 但是呢 不要泡得过久 提前20分钟 泡发好 就可以了 烧肉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把肉煸透 然后呢 让它上色 加入热水 或者是啤酒 米酒 或者加一些高度的白酒 这样呢 使肉呢 炖出来更香 当汁呢 收浓的时候 把桃汁放进去 这儿呢 使它呢 浑然一体 味道呢 更加的浓郁 好 我们羊肉做的 今天的 安徽的第一道菜 叫 桃汁烧肉 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很精致 让各位老师 尝尝我们的小姑娘 做的桃汁烧肉 姐姐一看 就加点桃汁 知道那是美容养颜的 这个燕窝啊 桃汁啊 跟我平时吃的燕窝 有一点差别 我都吃一份啊 其实如果想吃 喜欢吃肉的 就可以多吃一点那个肉 如果不喜欢吃肉 但又可以吃 又可以美容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做这一道 你加了这么大一块 在自己的碗里头 可以带美容吗 还以为你肉 大伙留点 那种安徽菜来讲 就重油 重色 重火功 还有一句话叫 严重腐败 严重腐败 对 它就是盐特别多 而且它爱吃一些臭的东西 发酵的 所以安徽小姑娘吧 皮肤白得少 从小都吃酵油长大的 要不然我就 今天磨了好多粉底 但是呢 这个桃胶的加入呢 是有一点 比较创新的 有点创意在里边 而且同时呢 还有一个美容的效果 为什么羊绒 要选择这道菜呢 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 就是这道菜 也有一个独特的 有点摇启